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物业业权的情况 我们查册,通常查册后有几个情形出现 一些物业有些是公司持有 有些是个人持有 有些是社团持有 有个个不同的我们叫做最终持有的法人 或者是法定的团体给一个持有 除了这个不同的身份之外 还有未必是只有一个团体持有 或者一个个体持有 可能是几个parties或者两个parties共同持有 我刚才说了公司持有和个人持有有什么分别 以前的分别就不大 但今时今日因为有一个叫做BSD 亦都有一个叫做首次置业的税是可以省回的时候 那个情形就很不同了 公司持有的就一定要给一个BSD 那么个人持有如果你是第一次自业的时候 你的税给的税又会少一点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 还有如果是住宅物业 如果你是自用的 或者公司是自用的时候 有机会那个按揭的利息是会低一点 那么收租的情形就是那个乘数会少一点 也都按揭利息是会高一点 那么有时是将那个租金的部分 是可以当收入去处理的 这个就是那个法人 就是究竟你是用个人或者团体的分别 那么除了那个身份不同之外 有时就是说会是夹粉去买 夹粉的时候又会出现了两个情形 一个叫做联权 一个叫做分权 那么联权就叫做John Tennant 那么俗称就叫做长命契 那么分权就叫做Tennant in common 那么长命契其实就很简单了 如果假设那个契是有三个人的ABC 那么如果那个A不幸过了身的时候 那么那个权就自然就摊分了给B和C 就是本来是三份人 每人是三份一的 现在因为A不在的时候 自然就变了二份一由B和C拥有 如果那个B都不在的时候 就剩下C拥有 就是C就可以100%拥有 这个就叫做John Tennant 这个就是John Tennant 而Tennant in common就说明清清楚楚 分三份的有A有B有C 就算A不在的时候 它是B和C是拿不走的 A就会是根据它的遗图 或者是那个继承的方法 是拿它那个share 所以你两个John Tennant 和Tennant in common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是关乎在法律里面 有一个条款叫John Tennant and Serval 和John Tennant and Individual的概念 就是所有我们签的那个按揭的合同 大部分就是John Tennant and Serval 就是说你签那个合同 无论哪个攻不起 他都不会理的 总之你攻不了 就全部三个一起 全部一起告了 就不会说就算你是Tennant in common 他都不会是逐个告的 他一告就是一个party 三个一起告了 因为他在按揭合同的时候说 他就觉得你是三个一体 告了你之后 你自己才在内部去分 这个是在业权里面 和在按揭系里面的那个条款 是有分别的 这个就说了两个契的分别 还有一个在查册我们经常见到 就是一个叫做赠品 或者是遗产 通常那些做买卖我们都会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是做Deed of Gifts 就是当是一个赠礼品给人的时候 那会经常都会有拗拗 就是你给了他之后 究竟这个东西是不是牵涉到一个叫做洗黑钱 第二就是说你给了个礼物人的时候 你的人是会不会追回去这个礼物 比如可能A一个爸爸给了一件物业的小三 接着可能他的家人无端端就会去诉讼 就说他的精神 爸爸无端端把物业赠送给小三的时候 就会有诉讼 这是第一 第二 所以计成通常都是怕麻烦 因为你计成了个物业 你又怕其他人就去做诉讼 所以有些老行专就对这些计成 或者是叫做Deed of Gifts 是比较敏感一点 银行未必会做那个按揭 今天想讲关于那个叫Title 就讲到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经常说有些契崩 或者是有Title Defects 通常就是在那个业权里面 不清晰 尤其是可能就是牵涉到一些 业权的那个诉讼 尤其是是那个叫做遗嘱那些 因为有通常牵涉大的时候就会是高 就是那个遗嘱真还是假 好像小甜甜那样 或者是立遗嘱的时候 究竟他是神智清不清醒呢 有没有找做专家 医生或者律师 在立遗嘱的时候 是做一个见证 就是做一个认证 或者是做一个宣誓 令到那个遗嘱的合法性 是认受性高一点 今天想讲那个业权 就讲到这么多 有什么大家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下 拜拜